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礼拜一台北股市 跳空往下 做一个下跌 那这个起因当然是 美国股市的跌 可是美国股市的跌呢 如果你只看到美国股市跌 那么应该回 要想一下美国股市的原理 你不能只看到表面 那个表面看到是跌 可是原因在什么地方 你才能找出它未来的一个方向 主要原因我认为 当然是跟美元有关系 因为当美元强势连续强势 到一个相对的高点之后 当美元开始整理的时候 这个庞大的美元的部位 它当然会有一些调节 卖美元 卖美股 会有一个短期的现象 就是去卖美元 然后卖美国股市的个股 那如果各位这样 你没有办法去分辨的话 那很简单一个方式 你去看今天的新台币 有没有贬值 那么今天的新台币 至少在早上盘中 台北股市压低200多点的过程里面 台币并没有贬值 台币并没有贬值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过去几个月 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希望说 美元不要那么强 美元太强了 资金都回流到美国股市去了 那当美元弱一点点的时候 有人会去卖美元 卖美股 那反而不见得是一个 完全坏的一件事情 所以只要去看台币有没有贬值 台币至少早上 早盘到中午 你看到的台币 它是持稳没有贬值的一个方向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测点 所以我们来看 台北股市压回的过程当中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跟大家介绍的 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三礼拜四跟大家介绍的 涨一倍 您愿意花多少时间二 这档股票四个小时都在盘上 四个小时的时间都在盘面 这个平盘上面 所以要去看新台币 有没有贬值 当然美国股市的短期的现象 我们会特别去注意 我们一定会适度的去尊重 特别去注意 特别去关注 这是一个应有的态度 那大跳空 这个大跳空 它会酝酿一个低点的一个形成 我一直强调这个低点要去确认 要确认从从9014开始 从9000点那个位置开始 要怎么样去确认低点 其实这个问题蛮困扰我的 因为确认的角度 它一直没有很明确的出现 至少我们用个简单的方法里面 它一直没有明确告诉我说 它是一个低点的确认 或者是你从飞金店里面去看 也许可以多看到一些有机会的个股 为什么我这样讲 等一下我会谈出我基本的看法 美国股市里面呢 其实我们还要去多看它的内容 比如说美国旅业 第三季的财报是非常的好 好到超乎市场的预期 这个美国旅业 它也是一个传统产业股 它不是一个高科技股 可是美国旅业牵涉到美国的飞机 跟汽车产业 所以它往往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的风向球 这档股票今年年初到现在涨超过五成 这个是一个美国股市的传产股 那这种类型的股票 它又牵涉到台北股市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传产股 那我不是请大家买下面这一档股票 而是说有些你不能只看到表面 比如说你这几天看到美国股市跌 所以台北股市跌 可是美元跟美股的关系 跟台币的关系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它之前要涨一倍之前 外资先卖3万张 然后拉上去再卖7万张 总共卖了10万张 结果它涨一倍 外资不是卖了10万张吗 就在1跟2这个地方 外资卖了10万张 卖超啦 卖超 卖超10万张以后 结果一档股票涨了1倍 所以很多看法一定不是从你表面上 看到的那个结果 必须要更仔细更深入的去看 那有些表面上的语言 股价的语言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比如说金融股 金融股跟传产股 它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富邦金今天的位置 今天盘中的位置 你现在把它对照过来 富邦金其实还在9500点 大盘这800点等于是跟它没有影响 今天8700嘛 8700跟9500 这800点对富邦金来讲 以它股价真实的语言来说 富邦金这800点它根本没跌啊 所以这我不是今天才讲 我是请大家去注意看 类似这样的个股 它未来会影响台北股市 越来越重要 但是你一般人来讲 如果没有人提醒你 你是不会去看什么富邦金 什么传产股 你只会执着在你喜欢的电子股 然后喜欢去当充电子股 做短线的电子股 这样子也无可厚非 毕竟每个投资朋友 来股票市场都是希望说 赶快赚钱 所以你会比较喜欢电子股 那电子股的内容当中 所以我才讲嘛 基本的条件你要先汇 基本的条件 我上个礼拜连续讲了好几天 你把股票名字遮起来 你看到这个地方好像很强 好像要冲上去了 可是我说等收过了110再说 那它没有收过啊 没有收过 没有收过下来 今天就直接打下来到这个位置 从110到97 这十几块钱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每一档股票 就算你不知道这股票是什么 把股票名字遮起来 你都要能够去判断 一档股票它的位置 适不适合去做 然后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喜欢看法人的进出 喜欢看投信的进出 不是只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很多投顾的老师级 很多大师级的老师 也其实喜欢看投信的进出 但是投信的进出 最近我发现 你要特别小心一个现象 像这种股票 它在这个地方 你回头去看 它成交量其实不大 但是每天投信买了很多 甚至于投信有时候 200张投信买了100张 300张里面投信买了200张 投信占它成交的比重非常的高 在这一段时间 可是怎么买 它就在这个地方 结果买完以后 投信买了很多的利隆店 买完以后它反而掉下来 这种现象各位要特别注意 我讲过了主力的行为 经过这20几年的进化 主力也好 法人也好 一般的投资散户也好 都要跟着进步才可以 9月26号其实我就在看 投信每天买 每天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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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谁在卖 这个成交量本来就不大的股票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投信每天买 结果它还是跌破这个位置 它今天还是跌破这个位置 它还是跌到这下面来 所以你要回头来研究最根本的 这个起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起点能够涨2倍3倍 乘以2乘以3 这个起点是20块 20块它有没有涨到40块以上 有啊 这个起点 中线的起点 中线的起点 它这里涨了2倍 涨了3倍 这里至少也有涨了1倍 到2倍之间嘛 乘以2到乘以3之间嘛 所以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你现在在看 反而押回的时候 我会特别去帮投资朋友注意 哪些股票它出现了短线的起点 中线的起点 你该切入还是要做切入 可是你自己怎么看 你自己怎么样去抓到这些中线的起点 押回才会有这种机会了 押回才会有出现短线的起点跟中线的起点 机会反而是会变多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才是需要我每天去写 会员分析符 写这个其实很辛苦 可是我很认真 我很用心 我真的每天很认真地写 至于说你现在担心的个股 其实担心是有点慢的 因为像这种股票跌停再往下刹 再刹跌停 这个地方其实在更早之前 就要有一个想法 不是等它跌下来才问 这个我上个礼拜都谈过 我们不再重复 我不再重复了 像联发科这两个点 527块也是一样 527块今天来到396块半 所以你要先知道是这个地方 不是今天的396块半 我还问大家 你各位知道吗 各位知道联发科它450亿的成心 当时并购的成心 并购的成心要卖到什么价位 它都赚啊 有一个价位 电视上不能讲价位 不是我不要讲 是主管机关不让我们讲价位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 都不适合去做操作 包括很多人还很喜欢的 3176的基 在这个地方 16号我还讲 为什么它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从180杀回来到130几块 这个都是可以事先去判断的 我再谈一个 各位 有些个股喔 对错之间 必须要去面对 比如说这个股票文贸 这个地方进 今天杀下来 基本上你该出就是要出啦 对就对错就错 该进就进该出就出 可是你这个都是生化家啦 PA功率放大器 这个甚至于它这档股票 FLET 这档股票甚至于还有比生化家更好的材料 可是不管怎么去比较 65块 70块似乎太贵 27块 其实没有那么贵 可是股价里面你不能说它不贵 因为对跟错 基本上这里进表示短线错了 短线错该出还是要出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可是我要讲的是 有些个股喔 我不是请大家买益登 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熟悉的个股 它股本17亿也不算小 可是这878点当中 它为什么跟一般的电子股不一样 因为它又跟这个有关系嘛 其实这个都有连贯的 功率放大器 PA 然后生化家 这里面跟物联网都有关系 那它偏偏又代理了Skyworld 大部分的20%的一个代理 但它的营收 NFC的部分 又跟NXP这个部分 跟物联网都有关系 所以未来的产业里面 什么都把它连起来 什么都连起来 基本上 它就不太容易受到大盘的影响 虽然它也是一个电子股 所以这方面的内容 我等一下第二段 还会用更多的个股 来跟大家做报告 各位就会更清楚 现在上半段的时间 我先感谢上个礼拜四 10月9号 有非常多 超乎我们预期多的 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 给我们线上的助理支持 说您希望 您希望继续看到 仁辉在晚上10点钟的运通台 为各位的报告分析 你希望每天晚上 都能够在10点钟的运通台 继续看到我的节目 很多投资朋友 真的非常感谢 其实我也没有说 我要回给大家 什么样的礼物 我没有说 我要给各位什么样的回报 但是各位的热忱 你就真的是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进来 说我希望继续看到 仁辉晚上10点钟这个节目 其实让人都非常的感动 这个社会上就是需要 这种让人感动 我现在上电视 我不一定要赚什么很多钱 但是不能赔钱 上电视赔钱 对开一个公司来讲 它是一种罪恶 所以在不赔钱的情况之下 我都会全力的支持各位 做更好的节目给各位 那今天喔 其实礼拜五的人数还是不 虽然多 但是还不足以多到说 让我继续有更多的热忱 来为大家报告 所以今天还是要麻烦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希望每天晚上 继续看到仁辉 在电视上晚上 这个10点钟 跟大家继续做报告 你今天还是麻烦各位 打一通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讲一声 您希望看到 每天晚上10点钟的 运通台仁辉的 这个股市未来学 好 我们等一下第二段 我再用更多的个股 跟大家介绍 我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正在做什么 待会见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 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资料 为了您先复杂难免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车线02-8101-0600 头痛 请用五分珠去听 请用去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礼拜一的跳空往下 当然跟电子股占很大的一个成分 那个指数占的部分 所以我以这个假日当中 我假日当中才去谈到这个观念 不要画地制限 一定要电子股 一个眼部带细的 它都可以吸引210亿的台北股市的资金 我为什么假日当中去谈这个 就是一个想法 也许我的直觉 敏锐度 会比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要敏锐一点点 所以我在假日当中才一直想说 我很担心很担心很担心 您的持股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您的持股 如果你上个礼拜四 那个小涨小跌的行情 股票都会被杀得一塌糊涂 那我真的是很担心 所以我假日当中 其实是有一些想法 可是我们也不是说一路的悲观 我只是在看 这个地方让人很困扰的是指标一直破低 指标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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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破低的话 你就变成说 我们必须能够提前准备的是 比如说今天这个跳空缺口够大吧 这个跳空缺口好大 那这么大的跳空缺口 有没有个股没有往下跳空缺口的 如果今天这个地方的个股 没有往下的跳空缺口 那这个个股是不是比大盘要强 是啊 那你要买价值 有价值的股票 是不是经过800点的修盛之后 你买的位置也许会更好嘛 所以我们来看 从这里面哪些个股 没有往下的缺口 简单看啦 FTPK今天没有往下的缺口 大力光今天没有往下的缺口 在大盘往下200多点的缺口当中 富邦金 而且大部分都是传产股 大部分很多很多的传产股 它在今天的这个行情里面 这么大的一个跳空往下的缺口当中 很多的传产股 它并没有留下这样子的一个缺口 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察点嘛 这个就是第一个要先抓出来的个股 因为这些个股 它理论上 它就是要比大盘要先上去 如果你想要逢低层阶 基本上今天没有留下 跳空缺口的个股 反而是要先抓出来看的 我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了 那整个操作的过程 它是很自然的 我说我们用新的方法 它是法自然 这个不是打错字 这本来就是有一个法自然 法自然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本来就是效法 宇宙万物很自然的 你按照新的方法 短线的条件中线的条件 你才能够去抓到说什么股票该进 什么股票其实可以再继续做观察 这样才有个根据嘛 所以它是很自然去进出的 这样才会更好 这样才不会说 其实我个人的实际经验 只要我不太按照方法操作 不太按照方法操作的时候 那个结果通常都是比较不如一起的 连我都是如此 连我们都是如此说 如果稍微你有一点点 凭自己的一个想像 没有按照方法操作 操作的结果往往是不如预期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这样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方法 它是一个取之于自然的一个方式 9月25号广融这个位置 我在电视上跟大家谈过 其实我都有请他记下来 到今天为止 因为它成交量很小 所以我请大家去注意 到今天为止 其实这个红色的框框 它还是在这里面 104 105 106 它还是在这个框框里面 这个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 短线条件 从新的方法里面 短线条件 你可以看到一档个股 它不见得跟着大盘往下 这是第一个方法要汇 第二个像这种类型的个股 我其实谈过很多次 它有缺点 来到60块的时候 我这还写一个缺 我其实讲得很清楚 虽然你一路以来都看它比大盘要强 它确实比大盘要强 可是来到60块那一天 我说它有缺点 它有缺点 所以它下来了 今天也才是跳空往下 为什么下来 因为这个地方的缺点 既然有缺点 就不要勉强去出手 就不要勉强出手 勉强出手 往往那个结果都会不如意其 但是很多个股 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基本的持股里面 它并没有改变 比如说加码中国四 你看它沿着际线沿着际线沿着际线 打回来再拉上去 今天盘中打回来拉上去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有节奏的 一个前进的一个角度 这是加码中国四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跟大陆的内需又有关系 而大陆的内需里面第四季 它有很多基础建设 铁公路还有农村建设里面 它还有1.6兆人民币的工程款 要发放到市场上面 那这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又跟上个礼拜放假前我们谈到的 你要买价值 你就要买现在的低点 涨一倍您愿意花多少时间 我比较担心的是您的持股 涨一倍您愿意花多少时间 礼拜四我们正式更名 本来是涨五成 现在是涨一倍您愿意花多少时间 礼拜五先涨半根 理由你看到了 礼拜一它四个半小时当中 它有四个小时都在盘上 大盘跌掉255点的过程 您的涨一倍您愿意花多少时间 二它今天四个小时都在盘上 那这里面有一个筹码 持续在吸纳当中 从上次我跟大家报告的 这个地方的筹码 这个地方的筹码 在持续吸纳的过程里面 其实从9月25号到放假之前的10月9号 又多了4000多张 外资持续停止卖出卖超 然后剩下的就是垫高洗融资 当这档股票开始往上垫高洗融资的时候 是你再一次出手加码的位置 这个前后关系我都先跟大家报告了 那么行情里面有时候我们先跳开一下 因为既然按照新的方法 你自然可以找到买卖点 但是有些东西是钱不见得买得到的 有一个北京的商人 他开的是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卖的是西北菜 他花了400万人民币 买了24个字 结果这400亿的400万人民币 后来创造了他整个的餐厅的连锁企业 创造了7亿人民币的营收 花这400万人民币的时候 很多人笑他傻 笑他笨 你怎么会去花400万人民币去买一个观念 叫你说餐厅要怎么开 你自己都会开不是吗 结果他花得很值得 400万人民币后来变成7亿的连营收 这是北京的一个故事跟各位也许比较不熟悉 但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整个观念上都一样 各位现在要的是 怎么样让你自己提升你的操作能力 然后未来你就会更好 今天还是要麻烦各位打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说一声 如果您希望继续看到晚上10点钟运通台 仁辉的分析 仁辉的分析的节目 麻烦你再打一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说一声 感谢各位的支持 明天再会 第十多朗橙 3213 32 3 5 7 1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áu pueds Mustang 吹起听 请不吝点赞 吹起听五分足 五分足快够好 爸爸 我排七米窗